嗨,又是娃娃教大家,中文的时间了 天时暑热,大家都很容易躁底,心浮气躁 讲到这个躁字,一时之间是否大家都不肯定是 足字边的躁还是火字边的躁呢? 以下跟大家讲讲两个分别给大家听 这个躁和那个躁的读音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足字边的躁,因为它的部手是脚,表示走路 令人不安定,不冷静 我们用法会讲急醋、繁醋 但是火字边的部手是火,所以表示肝、缺水 甚至是肝醋、醋热、枯醋的时候意思 我们用的时候是刚好的 用一个简单方法帮大家记住 火字边就跟天气有关,譬如我们讲肝醋的时候 就用火字了,当一个人脾气暴躁的时候 是不会放火在心里面的,他会走来走去 表达他的脾气和不耐烦 所以暴躁,我们用足字就对了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搞乱两个部手 因为意思完全不一样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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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